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一到五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一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智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中印冲突 身为台湾人,你一定知道中国跟台湾的关系不好,跟美国的关系也不好 但你知道吗,其实中国跟他们另外一边的邻居印度关系也一样很紧绷 像是在去年的12月,中国跟印度就曾经在边界发生冲突 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说他们当时只是在进行例行性的巡逻 但印度则是表示,是中国军队单方面出动300名中国士兵 拿着带刺棍棒侵犯印度的领土,试图拆除他们的哨战 因此双方才爆发冲突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不少的网友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诶,两个国家的边境发生冲突还算可以理解 但都什么时代了,他们怎么还在用狼牙棒这种原始武器战斗呢 中国跟印度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打起来呢? 如果真的要打,为什么不用枪械,要用棍棒打架呢? 那当然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是 这两个大国发生的摩擦会不会越演越烈 造成更严重的战争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印冲突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担心孩子没有足够对日常生活能力面对未来吗? 《忙狗狗》是我们团队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 内容包含了教小朋友怎么过马路 怎么预防在卖场走失等等的安全行为 另外还有建立身体界限 认识挫折的情绪 接纳高敏感朋友等等的生活观念 另外也还有深受家长好评 让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寻宝游戏本 在台湾首席的场景当中观察细节 练习孩子长时间的专注能力 培养自主阅读 好的内容才能够让孩子深刻的学习 累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素养 13本全套组有现省2000元的超划算优惠 如果在输入资讯栏当中的专属折扣码 Podcast77还能够再打9折 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到芒狗狗官网去看看吧 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题吧 在讨论这次的中印冲突之前 我们要先来回顾一下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 虽然我们台湾对于中国的熟悉程度 应该都是远远大于印度 台湾媒体也很少在报道印度的消息 可是在西方的媒体呢 其实常常会把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比较 认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都是位于亚洲的大国 而且人口也都超级的多 就目前来看呢 中国和印度都各有14亿的人口 而且预计在今年印度的人口数 就会正式的超越中国 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那因为两国都有丰沛的人力资源 很多人就认为说 印度跟中国都有成为超级强国的潜力 因此两国之间的互动 也常常的受到国际关注 虽然现在中国跟印度之间 目前关系有点尴尬 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两个国家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中国跟印度早年呢 都曾经被西方的帝国主义压迫过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大家都觉得彼此同是天涯沦落人 常常会互相的同情跟帮助 像是后来中共用反殖民的名义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 印度也很快的就承认了中共的国际地位 那他们后来是为什么开始交恶的呢 这个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个蛮关键的点呢 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跟印度 因为种族啊 宗教还有领土等等的争议呢 过去爆发过非常多次的战争 所以巴基斯坦可以说是印度的头号假想敌 但是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却非常的友好 让印度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 而双方的关系也开始逐渐的走下坡 不过这个印巴关系的问题很复杂 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关系比较远 这个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仔细谈 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中印冲突 主要的原因其实是阿鲁纳查邦的领土争议 阿鲁纳查邦位于印度的东北部 目前是由印度把握实质的控制权 不过中国并不承认印度的统治 所以不叫做阿鲁纳查邦 而是把这个地方叫做藏南 也就是西藏的南部地区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如果你从地图上面看阿鲁纳查邦的位置 你会发现阿鲁纳查邦的北边是西藏自治区 西边是布丹 离印度的主要领土其实有段距离 再加上阿鲁纳查邦位于喜马拉雅山脉附近 区域内有很多的高山 海拔的高度超过5000公尺 是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边界是河流啦 平原之类的 那其实会比较容易划分跟管理 反过来说 这种高山的国家边界 就会因为比较难管理而容易引起争议 毕竟 海拔5000公尺的地方光爬上去就很辛苦了 要是长期派驻军队去守 真的是一件耗费资源的事情 所以这里的控制权 多年来也有过好几次的拉举跟变化 像是在20世纪初期以前 这个地区是图伯 也就是西藏实质控制的领土 以前还在清朝的时候 朝廷会派遣钦差来到这个地方 要求图伯人策封达赖 搬禅的时候 都要经过朝廷的同意 因此就历史上来说 清朝确实在这里发挥过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今天的中共也主张 这块藏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不过话是这样说 其实不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连中华民国都没有在这里 实职控制过很长的时间 因为早在中华民国刚成立的时候 英属印度就趁着中国的政权 还不太稳定的时候 借机扩张领土 占领了这块地区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 对于西藏地区 其实也没有实质的控制权 因为当时中共的实力 还没有真的扩张到现在的西藏这一带 要一直到1951年 中共跟达赖喇嘛 签署和平协议之后 他们才正式控制西藏 但印度那边在1954年的时候 也在这块地区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 想要确立该地的统治权 所以从此以后 中国跟印度对于这个地区到底是谁的 哪里才是中印边界 这个问题就一直吵个不停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而1962年 中印边界因此爆发了战争 而这样战争 最后是由中国取得胜利 中国也确实一度控制了这块地区 但有点微妙的是 中国后来却又主动地 从这里撤回了军队 为什么中国明明打胜仗 却要自己退出呢 这个原因众说纷云 有人说可能是因为 中共受不了国界的娱乐压力 有人说是因为补给线太长 中共觉得这样子打仗不划算等等 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定论 不过无论如何 在中国撤出这个地区之后 印度就重新进去 实质控制了这个地区 在1987年的时候 印度甚至在那边设立了阿鲁纳查邦 想要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一直到现在 中国跟印度还是会三不五十的 因为这个区域 发生各种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 但说到这里 你可能也会很好奇说 这个藏男或者阿鲁纳查邦地区 到底是有什么魅力 为什么中国跟印度 宁愿冒着要跟另外一个大国开战的风险 也要死死地抓住这块地方呢 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分别从中国跟印度的视角来看看 首先以中国的角度来看 少数民族一直都是他们政治影响力 比较薄弱的环节 因此中共一直希望能够牢牢地掌控少数民族 而在这当中 西藏更是重点中的重点 因此长期以来中国都不断强调 西藏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藏男地区则是西藏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藏男地区由印度来统治 就会让中国统治西藏的正当性出现问题 也因此有不少人认为 中国之所以对藏男地区这么的执着 并不是为了当地的资源 主要还是为了中共政权的内部稳定 避免产生西藏独立的问题 而至于印度这边又是怎么看阿鲁纳查邦的呢? 我们刚才有提到 印度的头号假想敌是巴基斯坦 但毕竟中国的军事实力也不容忽视 因此他们对于中国还是会有些顾忌的 那刚好阿鲁纳查邦的地形是以高山为主 再加上和印度的主要领土有些距离 因此算是中印之间很好的一个缓冲区域 但假如今天中国控制的藏男地区 中印边境就会是地形比较平缓的平原地区 对于印度来说那就跟敞开自己家大门一样 要是哪天印度跟中国起了冲突 局势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因此评论一般认为 对于印度来说阿鲁纳查邦有很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 只要掌握了阿鲁纳查邦 那印度就比较不需要担心 中国会轻易的威胁到印度的主要城市 好的那既然双方都对这个地区有一定的执着 那为什么在冲突的时候 却又要使用这个棍棒对决 搞得像是青少年在打群架呢 其实这题的答案也很简单 那就是中印双方其实都不是真的想要打起来 首先中国跟印度双方都不是彼此的主要敌人 虽然中国对于印度来说的确有些威胁性 但印度的主要敌人还是巴基斯坦 而中国的主要敌人则是美国 两个大国要是开战 两边一定都会损失惨重 还可能让他们各自的主要敌人有机可乘 再来以印度实际控制区域的边界来看 两国的边界在海拔数千公尺的高层上面 对于中印双方来说补给都很不方便 打起来的成本很高 对于中国来说 就算把这个地区打下来了 这个地方离西藏的拉萨 以及其他中国东部大城市都很远 经营跟维护的成本都很高 而至于中国一直很在意 统治藏男所代表的法理正当性 则可以透过其他的手段来维系 像是外交上面的抗议 或是边界的巡逻等等 只要没有放弃藏男 就没有人可以质疑 中国统治西藏的合法性 所以也不一定要真的 把藏男实质控制住才可以 而另外一方面 对于印度来说也是一样的 既然他们可以实质的控制阿鲁纳查邦 那只要中国没有太夸张的动作 就没有必要真的打起来 因此就目前来说 只有冷兵器 或许就是中国跟印度的抹气 只使用棍棒、石头 就算真的发生冲突 也可以限制冲突的规模 避免擦压走火而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所以总结以上的这些迹象 我们可以看出 双方目前还是很努力地在避免战争 短期内应该不会真的开战 节目的最后 也想要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我们团队一开始看到新闻的时候 只觉得两个大国用棍棒对决的画面很奇特 所以才开始研究 在查完资料之后 我们才发现 虽然这些冲突看起来有点荒谬 但其实是两国精妙的博弈均衡 但既然中印不太可能真的开战 那两边有没有可能彻底解决领土争议呢? 我们觉得可能性应该不会太高 首先阿鲁纳查邦因为地理的限制 本来就很难划分 就算真的划好 两边也很难派人有效的管理 其次 我们觉得中印两国都很难做出妥协 从印度的立场来看 既然这块区域已经实质掌握了 那就没有理由要放手 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藏兰的领土跟西藏的法力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轻易地做出妥协 那当然 这些都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了 未来的局势到底会怎么样发展 还真的很难说 我们就也只能够静观其变 持续地关注咯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关于中印冲突的介绍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按下追踪跟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中印冲突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五星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